大家好,上一讲我们讲了是不是 这个Severnet 3.0的两个注解,Weber 7.0和Weber Initial Parma,那这一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滤器,Weber Filter, 就是说我们来实现一个过滤乱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做这样一个操作,假设我这有一个用户信息的表达,比如说这个叫做UserAdd.gsp,那我这上面有对应的看一下账号密码,注意看一下这哪一个,第一个应该这样来写,比如说账号, 这边还有密码,还有姓名,那我们对应的是不是这有三个文本框,好,这儿一个,好,这样几个,那我想让这个数据提交到,这边有一个,注意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叫做User, 好,add Serenet,好,想让它提交到这个Severnet,那提交的过程当中,我们这儿姓名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中文,那我让它经过一个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干嘛用呢,就是过滤乱码,好,过滤乱码,那注意看一下,我这个是不是这样请接过去,它是不是先到过滤器,如果过滤器,过滤器再做一道,把这个乱码是不是给它过滤了,好,给它进行转换了, 是不是再提交到这个User,那我们再来控制下来打印这些信息,好,那注意看一下,我们来创建一个工程,好,过滤器,这个保存一下,好,这边来创建一个工程,我们来写一下这个例子,那这儿叫做Web03, 那这边选择,那这边选择的是Apache7,那这个是对应的,看一下Severnet是3.0,那这个选择一下,好,点击下一步,这儿创建这个WebXML,那注意看一下,我们先来编写我们这个, 是不是这个页面,是不是这个页面,叫做UserAddb.gsp, 是不是这样一个页面,好,把这个支付极,全改成叫做UTF-8, 好,拿到这样一个,那这边再来,这个叫做用户, 信息,用户信息,添加,好,这儿再来一个,先写一个凤表单,好,提交的方式,我们用post,不用get, 那这儿,那这儿对应的,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上号,密码,再来一个,姓名,好,最后来一个,叫做Input, 这儿来一个叫做Type,好,Submit,这个写一个叫做提交,那这儿来写一个, Input,那这儿来写一个,那再来第二个,密码,姓名,那密码我这儿可以用postsword的,好,这个写一个, user,userpw,这儿写一个叫做user name,用户的姓名,那这儿来一个标题, 比如说H3吧,叫做用户添加信息,再来加一个H2,好,这个是我们写的, 这么一个add的页面,就是添加的页面,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运行,好,我们运行看一下这个页面,那是不是我们用户添加信息是比这么几个,好, 好,这个页面写好呢,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写,我们这边有的user add servernet,好, 然后再来,这儿写一个叫做com.web.servernet,那这一看一下, 我这儿来创建一个user servernet,这儿是不是直接有,好,选择, 这儿写一个叫做user add servernet,好,点击,所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自动创建呢,这儿是不是添加上这个注解,web.servernet, 那我们要来使用它,是不是这儿写一个user add,好,就这样一个, 把这个user add拿到,看一下,是不是拿到我们这边来, 是不是这样一个,好,那注意看一下, 把这个,这里边是不是重写了do get和do post的, 那看一下,能不能访问到这个do post的方法, 那这边我们要拿到的数据数以三个,第一个user add, 那我们先到这儿,控制派来写一下, 这儿有一个叫做,这个等于user id,等于一个request, 好,点get parameter,这个叫做user id, 好,看一下,再来一个实际,user pw,等于user pw, 把这个换一下,这儿还能写一个, 这最后一个叫做user name,好,拿到这儿来, 那注意看一下,那注意看一下,我们这边控制台, 直接来输出这三个字,第一个叫做账号, 好,加上一个叫做user id, 第二个叫做密码,user pw, 这个是user name,这个叫什么, 密码,密码,好,这儿改一下,这个叫做密码, 这个叫做姓名, 那注意看一下, 运行一下,就这样吧,我们来运行, 把这个游户器重启一下,好,这儿把它关了,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刷新一下页面, 看这个数据能不能提交过去, 好,比如说账号的密码, 123,姓名叫做张小三, 好,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轻通一下,看数据能不能提交过去, 那看一下数据是不是提交过去了, 那这个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出现了乱码,好, 那我们说的是不要使用这个过滤器, 是不是来实现这个乱码, 就过滤这个乱码,好, 那我们先来创建这么一个过滤器, 那这儿是不是叫做fer, 看一下, 那我们先再来创建一个包, better这个包, 好,注意看, 这边再来创建一个, 先来创建一个内的, 叫做utf, better,好, 是不是这我创建一个内, 这个叫做过滤, 这个叫做过滤, 乱码, 好, 注意看一下, 这边等于, 这个相当于实现一个, filtr接口, 那一样引入这个serenet, 那再来看, 这边, 还要重写一个方法, 是不是重写几个, 这个是不是销毁的, 这是不是初始化的, 好, 这儿写一个, 这个叫做过滤器, 初始化, 那上面再来一个, 叫做过滤器销毁, 好, 这样一个, 那, 再看一下, 我这儿来, 它就一个, 我这儿写一下, 叫做, 我是, 过滤, 弄按码的, 那, 注意看一下, 那, 怎么让我们这个, 请觉的时候, 那它是不是到这个锅里去, 看这个锅里去, 有没有创建, 好, 我们先把复复提了, 那, 那我们到上面, 这儿是不是来配置这个注解, 注意看一下, 这儿来添加一个, weborder, 好, 再次引入的unretation,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有哪些属性, 第一个, 叫做, filter name, 那, 注意看一下, 这个filter name, 它这个相当于等同于, 我们, 它外表上边这儿来, 注意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 以前要配置关键区, 所以在这儿来写个filter, 和filter mapping, 这样来看, 那这里边, 有一个叫做, filter name, 看一下, 那我们所说的, 就是刚才, 是不是这个注解, 这是一个name属性, 那这个name属性, 相当于等同于, 好, 是不是等同于这个配置,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还有一个, 设置它的一个UIL, 把这个, 就是去掉, 那注意看一下, 这儿是不是有个设置UIL的地方, 那这里边, 也有两个属性, 好, 我这儿来写一下, 等同于, 我们就等同于我们这个配置, 我们就等同于我们这个配置, 我们就等同于我们这个配置信息, 看一下, 好, 那一般主要用的, 我们是不是就用这两个核心, 就一个叫做filter name, 好, 一个是配置它UIL, 那注意看一下, 我这儿来写一个filter name, 那就以这个叫做utffilter, 那再来看, 这儿有一个UIL, 好, 再来我来指定, 它过滤所有的, 就是以斜钢信号开头的这个请求,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扶器, 好, 我把这个去掉, 那注意看一下, 这儿是有个请求, 我现在直接点击一下这个提交, 那注意看一下, 现在这个是不是直接报了404, 是没找到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因为我没有注释掉, 所以说它会报错, 来, 把扶器重启一下, 这个是不是以前的配置, 好, filter和filter mapping, 是不是这样对应上的, 那我们再来运行, 注意看一下, 这儿有个过滤器, 是不是它有个初始化, 好, 因为我刚才是不是这样重启了一下, 它先, 是不是掉的, 是不是先销毁, 是不是再进行初始化, 那如果说我这儿重启, 那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初始化了, 就是说这个过滤器初始化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儿点击, 那是不是到了这个过滤器了, 那就说, 如果说, 我们是不是要转向到下一个, 那, 这儿直接来掉一下, 这儿是不是有一个, 找到这个变量, 这个do, 就要么转到下一个, 好, 要么转到下一个, 要么直接, 就请求到我们的Severnet, 好, 我把这个改上, 那再把这个request, 和Response, 是不是传递过去, 那追, 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配置的一个过滤器, 那这儿是不是我改了代码, 它销毁了, 是不是再又重新创建了, 那再来追看一下, 我点击提交, 那这个是不是到了我们这个, User Add Serenet, 好, 但是这个浪漫问题, 是不是还是没解决, 那追看一下, 我们是用Pose的提交的, 那可以在这儿设置一个, 设计, 好, 这儿设置它为, UTF-8, 那这个叫做设置, 字符, 好, 我把这个关了, 设置, 字符, 应该设置叫做编码格式吧, 好, 这样一个, 看看这个字符机的一个格式, 那我们看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这个服务器, 好, 那我们再来点击, 这儿是不是输入了个密码123, 那注意看一下, 这个浪漫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我们使用了这么一个规定器, 那这个规定器, 你还可以配置多个, 就比如说, 我来配置一个, 再来写一个Factor, 这个叫做TestFactor吧, 因为这个没写其他用途, 或者, 也不用写Test, 我这儿来写个叫做登录的Factor, 好, 看一下, 那以后简便的写法, 这儿直接加个信号就可以, 就是说我们直接写在一起呢, 那这个是不是还自动转向到下一个,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直接创立了个Sever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有, 那注意看一下, 这个是叫做登录验证的Severnet, 登录验证的Factor, 不是Severnet, 好, 注意看一下, 这儿是不是又多添加一个Factor,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请求的时候, 它会不会经过这个, 好, 再来, 这儿写个123, 看一下控制台, 是不是先到这个登录的, 在这儿是不是过滤到码的, 那最后到了, 是我们这个Severnet, 是不是打印了这些信息, 那看一下, 最后我们现在来回一下, 就是说, 以后如果说我们要使用的这个过滤器, 只需要在这个过滤器上, 添加这个一个, webferferter的一个注解, 好, 在这儿可以指定你所要过滤的, 请求, 是什么格式来的, 好, 是什么规则来, 这儿是不是一个斜杠信号, 那直接在这个上面, 加上这个注解, 那我们这个factor就算配置好了, 好, 注意看一下, 我们把这两条信息拿过来, 相当于我们最主要配置的, 就是是不是有个factorname, 看一下, 第一个是不是一个factorname, 那这个factorname, 是不是它等同于, 我们配置文件的, 是不是一个factor, factorname, 好, 等同于这个, 把这个去的, 那再来看一下, 直接, 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做vignal, 好, 这儿是不是来设置我们这个UIL的, 那这个, 注意看一下, 是不是也等同于这个配置信息, 那还有一个叫做简化写法, 好, 简化格式吧, 简化格式就直接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factor上面, 直接写一个webfactor, 是不是写杠信号, 是不是这个地址, 那看一下, 这种是不是简化写法, 你可以完整的, 完整的就是什么, 完整的直接, 把这个name, 那UIL是不是就指定上, 如果说想简单写的, 直接把这些删掉, 写个写个信号就ok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叫做一个webfactor, 됐的, 没有啊, 这些删提س,